你好 用得怎么样 就在长江头下 工程师们忙碌安装的同时 来自江苏省电科院的研发人员 也在测试着他们专门研发的新设备 咱们这个工程的名称叫速通GIF 那么这个G呢 Gas 气体 气体讲的就是六幅化硫 六幅化硫的气体的质量 某些程度上来说 就决定了它整个工程的质量 这条细长的特殊管道 是工程上的一个关键设施 绝缘气体六幅化硫的冲气管道 据工程设计估算 在整个工程的34200米 气体绝缘线路中 需要冲入六幅化硫达800吨 这是世界电力工程领域里 一次性使用绝缘气体最多的工程 为了提高施工效率 方便长期运行中的维护与维修 朱红冰和他的团队研发出了一台 一体化六幅化硫气体质量检测仪 将过去只能在实验室里才能完成的工作 全部集中到了这台不大的仪器中 那么一般呢 这个在我们实验室都要一两百平米 相当于这个功能就全部集中在这个小楼 小楼上面 然后呢让它这个并列的运行 基层化吧 那么最大的效果 第一个我们把它现在看到了 办到现场来用了 第二个即使在这用 原来18个小时的检验 现在是40分钟就可以完成 六幅化硫是特高压导体的绝缘保护屏障 一旦混入灰尘杂质 或是纯度 湿度不符合标准 就会引发漏电 放电 进而威胁整条线路的安全 而且六幅化硫还是一种温室气体 释放到大气中会破坏地球臭氧层 在当下电力领域里 一般是要将其收集净化再次利用 而这台检测仪 简化了回收利用时的检测流程 可以说还是一件环保工具